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几个重大 而且是及时的新闻 首先是何四拜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各报都在今天重要的版位上面 报道这个新闻 在昨天凌晨一点多摸黑八个神秘货柜 在大拼锦丽的护送之下 抵达了高雄港 因为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包装上面 有看到龙门核能发电厂这个字样的休旅车 那另外还有身穿辐射防护组的背心人员 在现场走动 所以呢 很多人立刻明白了 这就是台电正在运送这几天 纷纷扰扰大家都传说中 我们的燃料棒 要运往美国的这个事件 那说是说 计划是计划 合约签的是合约 大家都是只闻楼梯响 没有看到人下来 就看到这个昨天凌晨一点 终于有分批第一批的这个动作以后 大家才这个真的真的相信了 核四在封存之后 因为燃料棒已经要卖掉了 所以核四是正式走入历史了 那这个事情呢 有人讲说核四是纷扰38年 我想如果正确的年限的起算 应该是陈水扁 前总统他刚上任的时候 跟连战见了个面 立刻打了一个脸 他是从核四复工到停工 一路这样子纷纷扰扰到现在为止 如果核四不商转了 他总投入金额 大约是2849亿元 我相信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低标 过去我们探讨核四的这个问题 相当长久 也相当深入 那2849亿元就这样子 抛到大海里面了 那我们看这个钱呢 该怎么办呢 如果由台电呢 他们通通吃下来 显然会破产 所以他们是打算参考日本的做法 将这2000多亿元的资产一次认裂 如果是一次认裂就会破产 所以他们打算比照日本 用分年摊提的方式 以前就是有一些机器啊 设备啊 器材 他们会用这个分年摊提的方式 然后做在帐上 那这过程必须寻求金管会的同意 那如果逐年摊提 用特例来处理的话 他们是想打算透过回收电价 然后分年回收 用这样子把它呢 稀释掉 所以经过他们的精算 每度电价影响程度将会 他们是自己说的哦 会比0.058元到0.0939元还要低 意思就是说 没关系啦 这么大笔钱 我们用这种方式 大家分年来摊嘛 一起摊嘛 反正摊的很少嘛 你不会感觉吗 是这样子嘛 我想这个议题很这个复杂 那至少就钱的上面来讲 我们希望说透明到底多少钱 是不是 然后就这个燃料棒本身 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上百亿 有人说是多少亿 以目前台电他们所丢出来的数字 是80亿元燃料棒 那这个燃料棒他们希望收回成本一半 也就是说 现在先这个封在美国的他们所放置的一个厂区里面 那如果呢 像传说英国觉得我们保存的不错 还可以用 他们会买走 那这样当然不可能用原价买走你嘛 所以说说我们能够回收一半啊 用半价卖出去的话 或许我们还可以回收一半 所以你就说 一个政策 错的政策 比贪污还可怕 你到底要怪哪一任的总统 哪一个这个执政党执政呢 所以这个真的悲剧由全民来买单 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你看我们的这个听众都没有水准了 访客第一个留言就说 全民买单再留子孙 然后下面接一个是我们昨天也谈到的议题 台湾很多年轻的小夫妻们 不敢生不敢养 再往前推的话 有人这个敢贸然结婚吗 没有打好这个打定主意 敢贸然 主家庭吗 敢生小孩吗 通通都是问题 那我还另外注意一个讯息 其实这个新闻 我能丢就丢 譬如说我们有中邦评论 有那个有水准的来宾 像苏焕智苏钱县长 他来这个议题 我下面讲的议题 就是由他发现的 由他先前就在他脸书上 这个举发的 那果然后来事情按照这样的一个 他的质疑往下发展 我讲的就是离岸风店 你想想看 分两阶段 你为什么第一阶段 你用定价呢 20年合约 用5块8的高价 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应该常听我在骂了 你后来用竞标的方式 世界各国的潮流 现在都用竞标方式 腰斩两块多 就标出去了 很多的是重叠的 第二次标到 往往就第一次你给他5块8 把他赚保了嘛 所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策 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9100亿耶 各位听众 将近一兆元耶 我们的钱就这样大把银子 大把银子 我们纳税人的纳的税 就这样大把大把 就这样子花掉了耶 这样平白无辜损失了耶 那你说 这个有此官员 有此政府 我们还需要 这个老百姓能够生存吗 说实在有时候 5月过了 大家真的 这个怒气未消啦 你每次叫我们 一头牛拨好几层皮啊 你知道吗 有时候还被追这个补充保税 不是补充保费啊 这边弄一点 那边弄一点啊 所得税 你说选举快到了 有抛出一些利多 什么扣除额 大家高一点 让你能够爽一下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你去算嘛 你去算这个 损失了这个价格 这一下那一下 怎么经得起呢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先前啊 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怎么会搞出一个吴茂坤 去接任教育部长 然后你们自己 马上又换人呢 这一来一往之间 有人谁出来 认领呢 认领什么 责任嘛 那我为什么提到吴茂坤 因为他最近终于被弹劾了 监察院出动 我们现在是五院啊 监察院没死啊 出动了就是针对 这个前东华大学的校长 吴茂坤 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呢 并没有经过学校的同意哦 就把那个专利 人家发明的专利 拿到美国去开了一家 他是要失配恩生计公司 就这涉嫌违法嘛 那还这个侵害了东华大学的这个专利权 所以监委针对这一点提出了这个弹劾 然后呢 现场有表决 13名审查的监委 全部居民投下同意票通过 全案将送给公务员惩卷委员会 然后继续去审理 看看对这个吴茂坤该怎么处置 但是虽然有部分的监委 对图利的部分 不是对刚刚那个本案部分 对于他是否图利这部分保留意见 但是呢 一切送办嘛 司法来这个审判嘛 有没有图利 监委没有办法下刀 那司法单位应该做出的一个 裁判嘛 那这只是吴茂坤正义事件部的一小部分 非常局部了 那我随便在抓 你想想看最近有个新闻 他又冒出头了 你看看 你看到这些事情 你会讲说当初谁 是赖清德院长吗 赖清德院长就算不是你 第一时间找到这个人的 你最后用他了嘛 你必须要盖挖承受嘛 我讲的是一个 怎么一个完全没有官真的一个前部长 你看 你会叫他去出任 教育部部长 怎么做学生的表率呢 我讲这个事情就是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抗争 如影随形 这跟着蔡英文总统嘛 那 在另外一场 你 这个前教育部长吴茂坤呢 不仅被弹劾了 那很多人看到他就想到 他曾经犯过哪些争议 他日前出席中研院院士会议 就媒体看到吴茂坤来了 就包上去了 那个摄影机 那个记者 对不对 全部团团把他包围住了 他不敢面对记者 不敢面对美光灯 他说我已经不是部长了 你才这几天不是部长 你先前不是在立法院 说你是非常完美无缺 从小到大没有做过错事吗 但是你说了大谎啊 你没没没做过错事 没没没没干过什么坏事 可是 你前几天才下来的 前一阵才下来 你说我已经不是部长 哇 这个一刀两切啊 切得蛮干净的 他转身就想离开 可是媒体记者包围他怎么办呢 他眼见这个路边啊 有在这个待命的总统随护啊 总统随护 国安局派顾名思义是保护总统 关你吴茂坤什么事 你吴茂坤竟然在情急之下 你还看到那边随护 你看 所以啊 我们看到一位前部长 这个已经被人家换掉了 去出席一个会议 看到总统的随护就敢 这个点啊 说你们来救我啊 怎么的 你已经不是部长 你凭什么指挥 你就算是部长 你也不能指挥总统随护 就我们看到这些随护 还还蛮棒的 完全不理他 完全冷落他 你看看 这不是一个糗吗 另外两分多钟的时间 我跟听众朋友 在讲一个事情哦 就说不管是费死 反费死 我们依照民调 反费死在台湾的声量 还是相当高的 这个 昨天 东森新闻云 他们现在是一个网络媒体 他们独家报导了 那这个新闻我先说 是被严重的否认了 说跟事实不符 不管法务部出来澄清 总统部也出来澄清 这个事情就是说 总统是不是 有着急 法务部长邱泰山 就召见他去商讨 因为最近 非常多的分撕案发生嘛 那么台湾曾几何时 自从这个 郑杰 枪决掉了以后 确实 我之前访问丁选 要帮我们做一个整理 确实压制了一段时间 虽然没有直接 我们可以证明说 直接关系 一定用这个 呃 枪决死刑犯这个方式 可以达到效果 但是他可以达到一些 某种程度 嚇阻作用嘛 然后呢 这个有 到底我们台湾 有刑事诉讼法在那边 有这个法院的判决 有死刑犯在 狱中在等待 那我们的这个 过去的王清风 跟现在的邱泰山部长 他们不执行死刑 那邱泰山的比较特殊 他嘴巴上说说 我并没有不执行 我只是必须要审慎 那行动告诉我们 他并没有执行 所以呢 这样会被影响民情 会被影响民意 以至于造成 年底的选举的一个影响 这个报道是这样来的 可是呢 经过强烈的否认 嘿 好玩的是 现在的立委 陈明文 他利用这个 呃 中常会的 这个机会 他当面证告 参议院总统 或者说劝告 或者说提议啦 说您应该执行死刑了 某种程度反映了民间的一些声音 那至于报道是否属实 我觉得这是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就说回到问题的本质 该办执行死刑 对不对 不是说现在已经废除死刑了嘛 死刑犯在狱中的 你知道我们的数字是多少吗 我们这个数字是43位 而且呢 还有人官到好多年了 他们自己都有求此的这个意念 好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新闻 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马上我们进一个专题 是联合报愿景工程 带来我们国小的营养午餐 你知道吗 吃不饱吃不好 营养也不够 真的是大大落后 我们休息一下 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是黄光琴 我们好记者说好故事 我们再次很荣幸邀请到 联合报的两位记者 来跟我们谈谈 校园营养午餐的问题 他们在愿景工程 又跟我们深度报道了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贵宾 一位是彭宣雅 她是采访中心生活组的记者 欣雅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连佩宇 佩宇是新媒体中心 数位内容的制作 佩宇你好 是主持人好 好 先请教佩宇 当联合报在选举 愿景工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当初是为什么决定 一定是看到问题了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讨论之下 决定做校园营养午餐的这个议题 是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 看到营养午餐 出问题的状况层出不穷 一则一则的新闻 包括像是2017年 校园食物中毒事件 就有两千多名 食神是 那就是这个 其实跟我们以往觉得 校园就是安全的地方 是有点出入的 那我们此外也注意到说 像是台中的学校 居然有出现 合法回锅油这种状况 然后有家长发现 小朋友中午吃的炸鸡炸得像碳一样黑 我们就是发现 营养午餐好像是一个 我们应该要去研究一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一块 那我们进一步去看的时候 发现台湾的营养午餐 平均成本不到40元 不分现实 其实我们是想拿40块 去自助餐可以夹到什么菜 就能够想象 是其实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说 其实不到40元 然后小朋友还可以吃得很高兴 吃得很饱 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这个问题反过来想 不到40块的营养午餐 小朋友吃得这么高兴 家长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对 所以我们就从成本结构这一块 开始看它 发现台湾的营养午餐 真的问题很多 对 先前举那个像黑炭一样的 那个炸鸡嘛 是 或者是说吃出问题了 对不对 上肚下泄 是 就是说不仅没有办法 先顾到营养 可能连安全都有问题 这是你们做这个 小营养午餐探讨的一个 最主要原因 就让他们既呢 既吃得安 清安全 然后更要肩负这个营养成分嘛 那我们先来谈谈 日本怎么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网路上的影片 我看到日本的小学生 他们是有板有眼 他们自己打扮 然后而且他们的仪态 他们的服装各方面 真的是他们自己负责 那我们请这个 薛亚先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对比 是 因为在日本啊 他们从战后开始 就有一个 类似这种 因为他 他有美元嘛 比如说他们 刚开始是面粉 有一些美元的面粉 所以他们做成 各式各样的面包 面包夹 夹炒面 然后面包夹可乐饼 就是做这样的面包 就当午餐 其实他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文化 那他们这个 类似给食中心 也就是说 在这边做好之后 我就是分送到各个学校去 可能一个学校 可能两个学校 三个学校 不一定 那因为是政府支援 公所的人 或是县市的人 去支援这个 给食中心里面的内容 所以学校 他们就很放心啊 反正是政府提供的 所以才养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那他们 像我们可能要求要三菜一汤 或者是台北市 有的时候标案 他会要求四菜一汤 但是 在日本的话 他们连汁 就是汤 都叫做一餐 他们其实 大概也只有两菜一汤 他们汤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有什么味噌汤啊 这样 他们叫汁嘛 所以这个也是 腾汁的汁 对 算一道菜 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这么多 我们这么多 我们量很多 我们样式也很多 但是事实上 孩子能够吃那么多吗 有需要吃那么多吗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民间团体 有提到这件事情 你提出这么多样 但是事实上 孩子吃不了那么多 你最后还是造成浪费 日韩他们甚至在营养午餐里面 加进他们的那个民族美食的特色 对 饮食文化 比如说像韩国 他们一定会有泡菜 对 会不会吃厌啊 他们就是一个饮食上面的文化 他们喜欢 他们想吃这些 培养他们吃这些 又下饭 对 所以 我们看日本 他们有像我们台湾规定配置营养师吗 那大概比例是多少 我们台湾药是多少 佩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是日韩韩国是规定一个学校 至少就要有一位营养师 但日本的话 他们一个县是有不同 但是平均也有两个学校 有到一个营养师 但是像台北市的话呢 像台湾总共四千多个学校 目前只有三百个营养师 总共啊 是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 就台北市来说 台湾的营养师配学生 大概是一比六千 是 就是这个是相当悬缩 因为我们现在法规只有说 超过四百四百人 对 所以有一个就是说 在台湾只要四十班以上的学校 他可以设置营养师 那全台负责学校午餐的营养师 大约只有三百多位 是 所以还是不够的 是 那所以有时候是 我们像区啊 他是用护士 对不对 护士来见这个营养师 是是 像我们去到新竹县的新丰乡 他全乡就只有一位营养师 全乡几个学校 全乡几个学校 大概已经超过 那个基础 日本如果是两个学校 一个营养师 那早就超过了 那这样子的话 怎么顾及 小孩子的这个 吃的安全跟营养呢 其实是有 学校就会有 午餐秘书这样的位置 但是他其实不是一个专任的 只外他会是 老师来兼任的 所以就是 像这个老师 他不只要负责 因为营养师的工作 除了进去厨房 看看烹乳的过程 他也要注意到 营养均不均衡 然后也要看 包括进菜的时候 这些菜到底有没有符合 标章等等 那这些老师 他如果平常就有上课的话 就常常出现 假如他上课上到一半 赶快去处理菜 一条一条刷 那个丝瓜上面的QR Code 有没有符合四张一Q 这样的状况 就是 其实他的行政负担 是非常大的 加上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专业的人 是 所以就要想办法 土法炼钢 就想尽办法 刚刚我们的佩宇有提到四张一Q 我们今天在整个访谈中会建立这个观念 那薛雅 什么是四张一Q 四张一Q 其实是农委会 他其实推了很多年 他是希望能够让民众 比如说我们在传统市场买 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标章 就是一把菜一把菜 但是现在慢慢开始有建立了 某某合作社会在一把菜上面 有贴一个小小的 那会有QR Code 我们就可以追溯 像这个就是QR Code 四张一Q嘛 那四张就是还包括 有机有标章 CAS 集园浦 然后产销履历 这是四个标章 然后另外跟Q 刚刚讲的QR Code 所以是四张一Q 所以刚刚佩宇才会讲到说 即使是作为老师的 或是护士间的 他们都必须去Q 去看看有没有符合 这个至少四张一Q里面的 这个Q嘛 一把菜里面有没有这些规定 好 我们休校进入广告 我们等一下来举例 你们也做地毯式的 一个调查采访 就说城乡 它基本上是有差距的 那我们来举台北市 首善之区 有没有一些标竿的学校 校园里面 他们怎么做的 那偏有地区 他们又遇到什么困境 那事实上我们的监察院 老早就做相关议题的 这个探讨 花了一年多 他们成果又是如何 我们就下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我们今天好记者说好故事 我们邀请两位联合报的记者 他们在运景工程里面 深度报道了校园营养午餐 怎么样吃得到 吃得好吃得饱 那我们看到这个运景工程 他们所探讨一版一版的 这个大篇幅的报道里面 首先我们刚刚第一段 我们点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食欲不良 这个欲是教育的欲 我们面临一个营养师荒 艺人vs是对上了六千名学童 这个量呢 显然是太大了 而这个人呢 他可能来自真正是营养师 可是我们营养师不足的情况之下 往往护士间 或者老师他自办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日韩的学校基本 他们标准的配备是全台湾 日韩学校他们基本的配备 当然比我们多了很多了 那拥有八千名的营养师 所以使日本小孩吃得到幸福 那他们还有这个相关的专案的主持人等等 还要经过一个国家考试等等 这都是他们基本的标准的比较完善的一个配备 那我们这边先请教这个佩宇 你跟我们来讲讲 你刚刚已经点到的新竹县新丰乡的普和国小 如果你们的记者走进去 跟他们一起吃一样午餐 或者看一样午餐 他们的制程 他们怎么样的一个运作 那你们看到什么 这个普和国小 他真的算是一个非常标杆的学校 因为是校长他办得非常用心 其实普和国小他并不是 他算是比较偏远的学校 然后甚至学童们的经济状况 就是家庭状况都不是非常富有的那种 但是校长呢 他就是用一个节流的方法产钱 然后例如说他们现在做到了真正零厨余 因为校长他们很把关 学校到底吃多少 那就定多少 不要那么多厨余 那这个少的这个钱呢 他们就把它补贴在一周可以吃一次全有机的餐 是 所以他们就是做到这件事情 那还其实蛮多学校都有向他们看齐的 至少把关嘛 不要把钱浪费掉 因为小朋友吃不了都倒掉了 而且口味也很重要 不是说光节省钱而已 你给他不想吃他还是会倒掉 所以根据这个联合报 运情工程他们团队的报导说 这些学校呢 他人数只有250个人 他的营养午餐是产取招标志 常常会流标七八次 因为偏远可能没有愿意承包 他们制设厨房 那每天早上七点钟 就会看到厨工工友开始在厨房中洗米洗菜 这是一定的 接下来切菜烹煮 会赶在十一点半前料理出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小朋友跟日韩小朋友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三菜一汤 然后开始配送 那后来呢 也就是刚刚我们的佩玉所讲到的 他们尽量能够做到这个非常的实施实用 那校长他也很关注 他也有时候也得扮演厨工的角色 那另外台北市的状况呢 我们想象中应该是比较好啊 跟新风向比较起来 是台北市的状况呢 因为其实营养午餐啊 它的这个价格长年是动涨的 那在没有赚头的情况下 很多业者纷纷退场 所以学校找不到厂商 找不到标 也有这种状况 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现在比较 大概有七成的国中 他们是叫团善 但是像这样大量厂商退场的状况下呢 到今年全台北市 已经只剩下八家的厂商 等于说他们一次要料理 这么大分量的 其实是很难管控的 像是我们房道某一位厂商 他们就说 他一天如果没有出 一万五千份餐 他就是亏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们可能很早就开始做 这个因为要大量出餐嘛 有一些甚至晚上十一点 已经煮好白米 等着隔天早上要出了 先做前置作业 是所以这样的 其实加上配送的时间 这么早做好的时间 营养午餐很容易就是不好吃的 所以之前我们也都有看到新闻 其实台北市的 这营养午餐处于量是非常大的 然后加上就是又闷啊 然后又油啊什么的 这些真的是菜色 我们自己实地走访去吃 我们真的觉得这个 不是算是非常好吃的一餐 不美味啦 你就是先前早一天晚上 就弄好在那边了 你等到中午啊 那个经过程程的这个关卡 可能都不是最新鲜 是 可以这么说 不过这边联合报也报导了一个西松国小 他们是公办民营的 就说至少有政府把关嘛 其实我现在营养午餐 公餐模式算是有三种 第一种是公办公营 就是在学校盖厨房 然后学校自己请厨工 然后食材也是一起统一 向外交标 但是像公办民营的话 也就是这个西松国小的状况 它就是厨房是学校盖的 但是它里面的厨工啊 或者是食材来源 全部都是向外面 由业者来处理的 对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他们不太 因为业者他不可能只负责一个学校 这样很难有利润 所以像他如果是公办民营 通常会临近学校 一次公四五家 所以他虽然在这个学校做好 但是他还是会 就像我们刚刚又讲到 像配送啊等等的问题 要配到好多学校 因为他一定要有那个量 他才有那个利润 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环节 譬如说在西松国小 这个业者他们就提到了说 有一个独立的水果室 就说他们经过切洗之后呢 包括香蕉有妥善处理之后 他们会放进冰箱保存 那水果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 孩子才好食用 他会这样讲 我就显然认为说 并不是每个学校都做得到 这很基本的配备 是 但是因为真的是各个学校 他中央厨房 他不一定都有这么齐全的设备 所以他们所谓标榜五星级的服务 那业者说 这个仔细一看 各班餐点客制化 饭多菜多量多 需求不一 连餐桶都要直送班级 有的放走廊教室 之前或教室之后 精细到厂商员工 开玩笑是五星级服务 可是事实上光是这些部组 看不出有什么真正五星级的服务 是我们都有问小朋友说 觉得好不好吃 最直接的就是直接问这些小朋友 但是其实大部分小朋友也说不出好不好吃 就是说还不错啊 或者好吃这样子 如果只是饭多菜多量多 看不到营养 对不对 这都是精致度没有深化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一并探讨 这边这个宣雅有一个学校是在嘉义那个地区 是 因为刚刚讲的是有三种的模式嘛 那以嘉义来讲 偏乡 这种小校 小班小校大概有七成以上 刚刚讲的几百人几百人 像我这次去的是嘉义阿里山 深山里面的达邦国小 它是原住民的部落 对 它是个部落 它还有一个里家分校 就是达邦国小还要再开车进去 还要再半个小时 全校这样子加起来 连分校加起来也才七十几个 完全没有达到所谓的经济规模 我们要找谁来 这个是校长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 刚刚新竹的国小都还有三四百人 这个才有七十人 而且还要加上幼稚园跟老师 才有这么多人 那怎么办呢 小朋友要吃什么 而且他们还是一个学校 还是要有一个厨工 那如果说山下的小朋友 他们一个月要付六百多块的 学校午餐的钱的话 山上要付到八百二 因为要运送 对 因为运费 没有人愿意送 所以这个校长怎么办 他就只能委托学校旁边的餐厅 餐厅因为他每周都要下山去补给 那可不可以拜托餐厅老板 顺便帮我们带上来 对 而且还另外再开标 等于是说开标 拜托他们来标 然后才解决这个运送的问题 那因为帮他们运送的这位先生 也是一个礼拜两次 他们半夜两点多 就要开始下山去买 采买 然后再买上来 一周两次 然后替小朋友买这些食材 那小朋友付的这些钱 除了食材以外 你还要付厨工的钱啊 所以扣一扣之后 我们在山上 听校长说 他们一餐大概只有27块 在菜上面 因为都被扣掉了 都被扣掉了 那27块吃什么呢 是啊 所以这个还要 你还有厨工的钱 你还有当这个菜价波动的时候 这个怎么办 所以等于是说 送菜的人 煮菜的人 都是抱持着做功德的心情 去协助小朋友吃饱 在我们看来 就是说三餐三餐嘛 好像很容易 你以为是件小事 可是对达邦国小 这部落的小朋友来说 跟这个学校的职工来说 都非常困难 非常艰辛 因为我看你们 算出来这个午餐里程数 是140公里啊 对 对不对 你这个菜怎么上去 而且要新鲜的 有没有人 这都是问题 那如果平均是27块一餐的话 真的难以想象 可是学校 他们对 那边的小孩子来讲 这餐相当珍贵 民宿珍贵 你们报道一个小贤的故事 是 这个孩子其实是在离家分校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孩子 那因为他 他有 有父有母 就是 他并不是低收入户 那也不在社会的保护伞下 这是非常非常特殊 那因为 是老师发现 他为什么在上课的时候拼命的在喝水 拼命喝水 拼命喝水 又饿了 对 因为他没有早餐 他甚至可能连前一晚 他都没有吃东西 因为家里没有人 爸妈可能都不在 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是他们可能都不在家 所以孩子他不知道 到哪里去找吃的 所以他就拼命的喝水 那 可怜啊 他大概在半年前吧 现在今年冬天 半年前 他才知道要洗澡 嗯 没有人教他 半年没洗澡 不是 是老 他不知道要这么做 嗯 那老师才把他带到学校的 的浴室去 告诉他说要清洗干净哦 他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刺激跟环境 嗯 所以老师慢慢的教他 他现在从 五天一次 三天一次 两天一次 他现在会天天洗 嗯 那包括他写字 也是一样 因为小肌肉发展的不是很好 对 所以他写字也是有困难 那 现在老师的做法就是说 他会帮他沐一个电锅 然后 嗯 一些干面条 或是学校午餐 有剩下来的一些 呃 菜色 那请他包回去 嗯 那你这样晚上 教他如何煮白饭 嗯 那你可能配罐头啊 配一些学校午餐 嗯 呃 带回家的 他晚餐就有着落的 其实真的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然后每天早上 老师多带一份早餐给他 嗯 就解决他三餐的问题 上一次你们两位 联合报院警工程的 团队同事来 我讲讲讲到最后 我就想说 我们政府在推前瞻前瞻 八年八千八百亿哦 呃 纵使后来经费有减少 就算四年四千四百亿好了 前瞻前瞻 沾什么 看什么 就是说我们眼前的这些问题 就是像小闲的故事 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 还有偏向交通 很多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听听小故事 看到大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 我们再来探讨 我们政府的角色在哪里 好 监察院已经出动了 那我们还看到非常多的 要选县市首长的 他们常常哦 会在这个竞选的舞台 非常活跃 然后会拿小孩子 作为一个非常照顾 非常重视的一个目标 会说我们让小孩子吃 免费的营养午餐 甚至有的县市 更上纲到的时候 免费的营养早餐 说得容易啊 你能不能够落实 那有人去监督 你有没有落实 这都是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这种广告 我们要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好记者 说好故事 我们邀请到联合报 两位记者 一位是连佩宇 另外是彭轩雅 佩宇你跟我们来讲讲 我刚刚在这个前一段 梦了的时候我讲说 我们常听到 政治人物争相竞赛 说免费的营养午餐 免费的营养早餐 可是政府的预算有限啊 那还有学生家长 跟学生本身 他们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我吃不用钱 然后稀里糊涂的 反正是不用钱 会不会有一些障碍 反而适得其反 是因为其实呢 每到选举时候 就会有候选人 开这样的支票 虽然免费营养午餐 听起来好像真的还不错 但是它其实会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它是免费的时候 怎么监督它 家长想要小朋友吃好一点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我原本愿意多付五块钱 十块钱 我一个月多付一百块 小朋友就可以吃得更好 但因为这个东西 整个被绑住了 它就是一个免费的 选举支票 我们家长想要 出一点力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自己约住了 是 因为我们其实去解析 发现台湾营养午餐 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成本结构 是不透明的 我们一直去问政府说 到底我们怎么是 这个营养午餐 家长找的钱 是怎么样分配 发现高达只有六成的 用在食材就算高了 那我们想要去 真正想要有一个监督 机制要入场的话 没有一个透明的结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监督 对 是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 与其你要让 让它沦为一个政治支票的话 你不如给全台湾的学校 有一个统一的规格 对 一个标准 然后真正可以怎么做 让学校有办法做 都比你直接提供免费的午餐 或许会更好一点 是 我们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 这句话真的很受用 是 那你们调到台湾 也获置这样的结论 那我们最后 我们请宣雅 来跟我们讲政府的角色 教育部不是有补助偏乡的儿童 他们吃的部分 那监察院他们出动调查采访 一年多的时间 调查出什么结果 需要怎么改进 其实监察院也有提到 事实上 我们现在在推四张EQ 但是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去看到 实际上的城乡的差距 比如说 像台北市 一个学校动辄几百人几千人 但是你在山上的学校 有的才五十人以下 那他怎么办呢 现在不是吃什么的问题 现在还有运送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 教育部补助的部分是 小朋友个人 如果家境有困难 这当然 这政府责无旁贷的 会给予支援 那他们是不用付午餐的钱 但是在运送这一方面 那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男头有男头的问题 嘉义有嘉义的问题 离岛也有离岛的问题 那这应该要怎么样 因地之意去解决 而不是一个政策下去 你一定要吃什么 不要吃什么 但是政府的利益是良好的 希望小朋友可以吃得更好 更健康 更安全 但是前面的这一些 前置作业 我觉得应该可以 再更细致一点 这些还是有待于 看教育部啊 农委会都应该合作去解决 那经常院有办法吗 或是说他们会究责吗 应该还不到究责的部分 但是是有提出说 这几个单位是应该要做一些检讨 因为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 就是全台市办 包括离岛 去四张EQ 你只要能够吃 二十天的一半 好像是十一天 超过十一天 就可以有每人每餐 补助三点五元 但是这个三点五元 台北市的小朋友的三点五元 跟嘉义偏乡的三点五元 他的重量 分量是不一样的 你三点五元 他光是偏乡运费 他就吃掉了 对不对 所以要应地置疑 地方县市首长 是希望能够应地置疑 依照 比如说我们有海边的学校啊 就是啊 那海边的学校 对三上的学校 三上学校可能 菜比较便宜一点 海边学校可能 鱼更便宜一点 那你如何去应地置疑 每一个地方是不 不一样的状态 对 其实我们应该更细致一点 我就不相信我们生活在台湾 十一住行 哇 你去检视一下 之前你们联合报 愿景工程带来 那个偏乡的那个交通 你说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后来好不容易 这个提着重物到达 那个扣车亭 哇 还是那边吹风刮雨的 对 这个淋雨的 你说这样子的话 真的很难以想象 我就不相信这个问题 当然也很感谢联合报 帮我们挖掘问题 不然我们哪有这样子的一个透视镜 知道我们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联合报 帮我们发掘问题 剩下就是我们政府 跟我们社会大众的问题了 我们社会大众 我想有一些很大的企业 很有钱的企业 你可以去补助那种出国比赛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你应该也去多尽一点心力 去看看这小孩子 连三餐都无着落了 小贤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去课政 去面对千千万万个小贤 我想那个校长 学生的这个家长 以及本身学校的教职员 他们本身 其实晚上可能都会想到这些问题 可是无能为力 我想还有包括 我们刚刚谈到了 冰箱搞起来嘛 对不对 有些菜 有些饭 有些水果 它是不能够在那边闲置的 把营养师搞起来吧 我就不相信营养师搞不起来 对不对 日本人为什么台湾不能 好 我们之后再来讲到说 我们要不加注 台湾的特色小吃 特色的美食 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联合报的 非常优秀的记者 彭轩亚跟连佩云 一起跟我们谈问题 而且带来这么好的专题 谢谢 好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